你想不想要去柬埔在工作啊 你要放到一百顆都是可以 我是來囉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是各位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我是我是AKA 山西路人的 山西路人 最近有人私訊我 你想不想要去柬埔在工作啊 最近有人私訊我 如果有六千塊的預算的話 會推薦買什麼喇叭呢 六千塊預算距離我上一次買喇叭 應該就是之前我開箱過的 BFO Explorer這一顆 然後那支影片開箱說 音量超過85%以上 我覺得會比較難聽 我看底下有人留言 你要ROM開之後再來評測啊 請原諒一下我們這種開箱的人 有時候就見烈欣喜 想要快速的跟大家分享我們當下的感受 真的要ROM開不知道多久 好 適合一年 我來問他稍微平反一下 音量在85%以上 比較不會那麼刺耳 有再更好聽一點 所以最近就補了一顆 咖啡色的 來幫他們湊對 組左右立體聲 組起來感受還不錯啦 雖然他們都是這種360度的喇叭 但我覺得組成這種左右聲道波 這個聽感還是比 單獨的可愛的好漫典的 這一顆定價也差不多在 590元 所以如果近期問我 6千塊有沒有推薦的話 我自己用過我覺得OK的 這顆 B&OX Pro 還有在這顆之前也有開過一個 BOSE的 Sunderlink Revolve 那顆我覺得也還不錯 喜歡中低音的 會更推薦那一顆 還有一個Sony的 SRS-XB43 那是我朋友買的 然後我有試騙 大概一個晚上 只是我不太喜歡 它的那個光效 但聽起來我覺得也都算不錯 但以上這些呢 都是藍牙喇叭 在我還沒載入 HomePod的坑之前呢 看它的規格 會覺得 沒有藍牙不能連線 一定要走Wi-Fi 感覺超難用 但用過之後 我才發現 Wi-Fi喇叭 真的非常適合 喜歡宅在家的人 所以如果你很常在家 現在有6000塊的話 我更會推薦你們買Wi-Fi喇叭 像是HomePod 或是Google的Nest系列 如果你買這些揚聲器 主要是為了聽音樂 而且想要你整個家裡 都是同一個音源的話 我跟你講 Wi-Fi喇叭 就會更是藍牙喇叭好用 太多太多太多 藍牙喇叭通常只能做 單一的配對 左右聲道就很緊繃 這種Wi-Fi喇叭呢 就不會有顆數的限制 你想要擺幾顆 你想要擺在家裡的任何地方 只要你家Wi-Fi夠強 你要放在100顆都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在家 我現在更傾向推薦你們買這種Wi-Fi喇叭 而且還有一個點就是 像藍牙喇叭會有距離的限制 譬如說你在客廳使用 你可能拿手機走到房間的時候 不可能因為距離 聲音就會開始破 或者是你在放音樂 你可能滑IG的動態 或是FBA影片的時候 聲音就會全部一集回來 之後當下就不是像這種音源 而是一個噪音 然後像這種Wi-Fi喇叭呢 通常可以直接支援串流 就是把你串流的音源 直接丟給喇叭來做播放 然後你手機去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聲音依然是吵 你的手機發出來 不會有我剛剛講那種干擾的問題 你說專門用著才做嗎 如果你平常聽音樂 就是習慣用Apple Music的話 不用多說 蘋果自家的HomePod 一定是你最好的選擇 也支援隨喊機 而且如果你家還有Apple TV的話 兩個小HomePod 還可以支援聚樂模式 如果你家電視沒有其他的音響設備的話 這兩顆搭配Apple TV 會比電視來的更好 或者是搭配iPad當個小聚員 觀音感受也是蠻好的 好 雖然HomePod現在有支援KBOX 但是我自己沒有KBOX 然後我沒有用 我有幫他改成預設 但是很常喊 他播的時候還是Apple Music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沒有特別推 反正我覺得Apple Music以外的 像是YouTube Music Spotify 或是其他的話呢 我會更推薦Google Nest系列 都可以支援這些人的預設播放 所以像我每天起來都還是會用它 就是用喊的 讓他們播音樂 然後我家自己有放三顆 這個放三顆也不過6000轉 我會放在國家門口 然後是舞板 還有客廳的最邊邊 通常會讓他們三個一起想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習慣聽Spotify Apple Music我用過兩次 他的推薦播放都跟我頻道對不太相 我還是比較習慣Spotify 所以目前每天還是最常靠他們三兄弟來播放音樂 然後Google Nest這系列還可以支援藍牙模式 你可以從他的軟體裡面開啟藍牙連接 聽音樂很OK 但是你 看影片或是打電動都會延遲 所以我沒有特別推薦 我還是覺得這種用Wi-Fi就好 但這種有個點 用他們一定要有個Wi-Fi環境 如果你這種裝置越多的話 你的Wi-Fi路由器就要夠強 你的Wi-Fi路由器不夠強的話 用起來體驗也會跟著打直 然後Wi-Fi喇叭就不適合攜帶 只適合在這個地方 設定好之後你還是可以移動它 譬如說你今天兩顆設定好 平常在客廳用今天心血來炒 想拿去預試用 在同一個Wi-Fi的環境 周得到的情況下 都可以直接插拔到別的地方使用 這種就不太適合兩個不同Wi-Fi的地方 拿來拿去做使用 就會變成你必須重設這些裝置 再重新連線你新環境的那個Wi-Fi 然後它也僅限那個地方使用 不會不行 但就是偏麻煩 這種就方便 但就是只有藍牙 然後就緊繃這兩顆 反正有外出需求的話 你就是選藍牙 如果你只是想再假用的話 你一定要試試看Wi-Fi系 在用過Wi-Fi系喇叭之間 你就會笑那麼爛 笑那麼廢 難用 但用過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藍牙蠻破的 然後像我剛講這種 藍牙的藍牙一顆 就要五個六千塊 或是更高的 然後這種Wi-Fi喇叭呢 Nest這種一顆也才兩千多 六千塊都能買兩台 再買一台Nest Hub 紅帕迷你一顆才三千 六千就可以讓你組一個完整的立體聲了 因為這種智慧老闆 多半會伴隨一些智慧家電的中速都沒有 所以如果買這個要小心 不必要玩智慧家電雙機 因為可能玩了一個 你就會覺得想要更多 你就會開始一直買 像我家之前買一個 那個TODO的冷氣遙控 就三千多 就是為了一個滑下來 就能開冷氣的雙機 是也蠻爽的 但就不是只是六千塊的問題 智慧家電這種東西呢 水很深 下次再來教大家怎麼辨認 好 接下來就講 我是Runson Beyond On Why AKA三七路人 那下次見 掰掰